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香港节目 今天的新闻焦点剧焦在香港抗疫活动的最新发展 据报道,自2019年以来,约有7000名抗疫者被逮捕 社会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许多人对未来感到不安 接下来,我们将转向金融科技的领域 香港证监会和港交所最新发布的虚拟资产市场监管措施 将为这一新兴产业提供更清晰的发展方向 并计划在年底前发放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牌照 显示出香港在成为亚洲数字货币中心的决心 最后,我们来看看大熊猫的命名比赛 这次比赛吸引了超过22600份命名建议 反映出市民对这两只可爱大熊猫的热爱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详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深度报道指出,自2019年以来 香港的抗疫活动愈演愈烈 至今已有约7000人被逮捕 面临着多种指控,但具体的起诉期限尚未确定 这一情况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不满 尤其是抗疫者的家庭 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生活陷入困境 尽管警方的镇压行动愈加强硬 抗疫者们依然不屈不挠 利用社交媒体组织集会 展现出强大的勇气和对未来的希望 然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加剧 令香港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在金融科技方面 网易报道了香港证监会和港交所的最新动态 旨在推动香港虚拟资产市场的发展 香港证监会制定了一套监管路线图 以平衡市场发展和投资者保护 并计划在年底前向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发放第一批正式牌照 此外,香港交易所也将推出 虚拟资产指数系列 为比特币和以太币提供透明的基准价格 这样的举措旨在巩固香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并促进虚拟资产生态圈的健康发展 星岛日报则提到香港 在发展新经济方面的挑战 诸如医疗旅游和业经济等 构思频频遭遇瓶颈 尽管新想法如熊猫经济和恐龙经济不断涌现 但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香港的主要经济仍然是金融 其他类型的经济上无法取而代之 政府在推动这些新经济时 似乎仍在重复未能成功的尝试 反映出对低端经济的追求 并不足以改变香港的经济格局 网易《香港话剧团》的暧昧 是一部引人深思的生活流作品 探讨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省茶 剧中 陈志勇和王霞在幼儿园门外的街角公园相遇 逐渐分享彼此的生活苦恼与内心挣扎 两位角色的交往不仅是情感的交流 更是他们重新审视自我的过程 编剧郑国伟通过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生活的琐碎与复杂 让观众在无数微小细节中 感受到生活的真实与共鸣 剧中的开放是结局让我们意识到 生活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更多的是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与探索中前行 网易《香港弦乐团》在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演出 《繁花金曲串烧》 展现了香港与上海之间的文化连接 此次演出不仅重温了90年代的经典流行歌曲 还通过快闪活动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乐团创办人姚觉强调 香港流行音乐文化是香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乐团则致力于为本地青年音乐家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 姚觉的愿景是通过音乐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同时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乐团在内地的巡演也展示了其多元化的艺术风格 努力将古典音乐与现代流行元素相结合 创造出独特的艺术表达 网易 香港证监会近日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向法庭请求冻结涉嫌操纵顶一封股份的11名人士的资产 金额高达63.5亿港元 这一临时强制令旨在确保在法庭裁定这些操纵者 违反相关条例的情况下 能够有足够的资产进行补偿 自2019年起 鼎一封股份因证监会的只是暂停交易 并于2020年恢复交易 此事件再次引发了对市场操纵行为的关注 也反映出监管机构 在维护市场公平性方面的努力 华尔街电视Wall STTV报道 租金管制政策在某些州的实施 引发了住房供应的减少 进一步影响了房产价值和居民的流动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州提出相关法案 这一议题正在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势头明显 尤其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 交易量急剧上升 这得益于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 市场信心正在逐渐恢复 未来的走势令人期待 香港电台的报道提到 为了迎接中央政府赠送给香港的两只大熊猫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举办了命名和绘画比赛 反响热烈 收到了超过22600份命名建议 市民对大熊猫的热爱可见一般 绘画比赛的截止日期为11月8日 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展现大熊猫的可爱形象 两只大熊猫目前正在海洋公园适应新环境 预计将在年底前与公众见面 网易报道香港交易所计划推出虚拟资产指数系列 力争成为亚洲数字货币中心 该系列将为比特币和以太币提供透明的基准价格 帮助解决全球交易所之间的价格差异 香港证监会也在积极推动虚拟资产市场的发展 包括快速发放交易平台牌照和建立咨询小组 支持代币化项目 香港致力于培育一个充满活力的虚拟资产生态圈 期待在未来的金融科技周中进一步展示其发展措施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起港人在深圳口岸遭遇的电信诈骗事件 近日一名香港男子曾在入境深圳时接到一通陌生电话 对方自称是警察 声称他涉嫌内地的诈骗案件 男子感到非常恐慌 于是向黄港边减湛的民警求助 执勤的民警赵军立即察觉到 这可能是一起诈骗行为 并指导曾先生与对方进行视频通话 当家警察看到真正的警察出现后 立刻挂断了电话 进一步证实了赵军的怀疑 为了保护曾先生的安全 赵军详细解释了诈骗的手法 并协助他报案 明报则报道了香港网球公开赛的首轮比赛情况 港队一姐张伟环在主场迎战澳洲级的韩天玉 最终已直落两盘不敌对手 无缘晋级 这场比赛中 张伟环的表现受到挑战 尤其是在关键的破发局上 韩天玉在比赛中展现出强大的发球能力 并以一个ACE球结束了比赛 赛后 张伟环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失望 认为需要在战术上做出调整 而韩天玉则表示 香港对他来说是第二个家 并分享了他对香港美食的热爱 新浪则报道了香港金融管理局 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最新动向 金管局总裁于伟文宣布 预计明年年中将是行与内地的跨境快速支付系统互联 这将提升香港的支付效率 香港的转述快 系统将与内地的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连接 实现24小时小额支付及时到账 此外 金管局还推出了一个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 旨在鼓励金融创新 并与内地合作进行跨境信贷试验 帮助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这些举措显示出香港 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积极探索与创新 网易报道 图形处理器云端AI平台DeepTrain 于10月28日在香港设立亚太地区总部 标志着其在亚太市场的战略扩展 DeepTrain计划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内招募更多科研人才 并与本地科研机构加强合作 以加速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开发 该公司行政总裁刘东格表示 香港的营商环境优越 政策支持研发将为其在亚太市场的拓展 提供强有力的后盾 他强调香港与内地及亚太市场的紧密联系 将助力DeepTrain迅速进入这些快速增长的市场 经济日报报道称 中央政府赠送给香港的两只大熊猫安安和可可 于上月底底港 随即引发了市民的热烈反响 海洋公园举办的大熊猫命名和绘画比赛 吸引了超过22600份命名建议 文体旅局发言人表示 市民对大熊猫的热爱体现在比赛的积极参与上 绘画比赛的截止日期为11月8日 鼓励大家用生动的笔触展现大熊猫的可爱形象 比赛结果将于年底前公布 得奖者将会收到专函通知 展现了公众对这两只国宝的期待 星岛日报报道 梁朝伟担任第3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团主席 盛装出席红地毯仪式 尽管现场风大 众星依然小心翼翼地展示自己的造型 开幕电影《十一 Rebels》的团队引领了红地毯的亮相 林赖瑶则以一席黑色连身裙抢眼亮相 此次电影节中多部香港电影备受关注 包括由黄子华等主演的《破地狱》和谭善岩主演的《虎独步》 这些电影的首映为香港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增添了光彩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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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订阅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节目